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殷琪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无论是《都挺好》里的《八宝男》 还是近期热播剧《我是余欢水》里的《怂人》 曾经多以男二号出现的演员郭京飞 凭借精准扎实的演技 赢得了观众的口碑和业内认可 今天的十分深度 我们要一起走进后激勃发 忠诚大气的演员郭京飞 我也是上有老 下有小 您请听我说吧 八岁的孩子 怎么还有枪呢 闭嘴 在热播剧《我是余欢水》中 懦弱胆脚退让隐忍的余欢水 接连被家庭职场所抛弃 直到一次意外的误诊 余欢水一反常态的生活方式 让这一切发生了转变 《我是余欢水》 将视角放在了当下社会中 挤压在职场和家庭中 非成功男人的生活和职业状态 演员郭京飞以颇具张力的表演 塑造了余欢水 一个在他人眼中 活成了窝囊废的人物形象 余欢水这个人物 就是您塑造的这个小人物 他身上有软弱 鸡贼 卑微 自私要面子 撒谎 诚信等等 可能融合了很多人的一些 劣根性 很多人在他身上 能看到一部分自己 看到一部分周围的人 我特别想知道 您当初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是吸你的点在哪 是什么让你一下子觉得 我要接这部戏 他的经历真的都很扯 就很荒诞 但实际上我相信 在现实生活中 如果我们去翻抖音 看微博 有很多人的生活 比余欢水还扯 我应该演一个 这样的小人物 我想把他演得有血有肉 然后让大家找到共鸣 你像这个人 他被领导欺负 然后又得癌症 然后又是误诊 然后又要捐献这个器官 所以就是什么事 都让他碰上了 实际上也是 以中年人的一个 在这个阶段中的一种暗喻 余欢水 对不起 可以吗 真的不要再动手 可以了 可以 对不起 对不起 艺术 艺术来源于生活 不知道你在拍这部戏的时候 有没有把一些 现实生活当中的经历 融入到这个角色的塑造当中呢 会有自己的一些情绪 然后呢 到了这个年纪 其实也见了很多人 也遇到过很多事 其实没有刻意地去观察谁 他脑子里面 好多这样的人 他自然地就会 就出现了 对 就蹦出来了 对 很多人回过头来看啊 觉得自己还是 向现实妥协低头了 或者曾经的一些理想啊 梦想啊 慢慢慢慢地就 磨平了 没有了 生活也是过得 一地鸡毛 你有过这样的时候吗 有过 但是呢 你想想 其实低头 妥协 就是心里总有不甘 这个不甘 其实就是怨气 这种怨气就是不理解 这不对的 我觉得其实不是 对生活妥协 而是更加认识了生活 然后要 以另外一种方式 去拥抱生活 有点像喊口话 你觉得真的是要去 懂得爱别人 要多去爱 这是我们唯一的方法 唯一的办法 其实真的是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那么您在遇到这种 挫折困境的时候 您觉得应该怎么办 您会怎么办 我觉得必须得面对 然后呢 我觉得 这个时候就是不要抱怨 换位思考 站在别人的角度 去考虑问题 为什么那么多人 都不喜欢你 为什么这么多人 都在欺负你 不要想自己夺委屈 就是一件事情发生了 它一定是有道理的 就找到那个 那个根上的问题 然后去解决它 必须得谅解别人 否则的话 就走不出这个困境的 会恶性循环 怎么这种爱 足以使您为我 放弃您的上帝吗 与很多演员受家庭影响 走上演艺道路不同 郭京飞的父亲 是中国第一代空乘人员 父子聚少离多 儿时性格内向 那样腼腆的郭京飞 发现在别人面前 只有通过表演展示自己 才能获得更多关注 这让她产生了 当演员的人生梦想 2000年郭京飞从北京 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 2004年毕业 进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工作 作为男主角 主演了中局 牛蒙等话剧作品 自然幽默 稳重的表演风格 让郭京飞受到同行认可 五年时间里 她凭《武林外传》 罗密欧与《祝英台》两部话剧 获得了左林话剧艺术奖 最佳男主角奖 和上海白玉兰 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 在舞台上 罗练出有很多的技术 那个时候其实看了 很多很多的好的剧本 中外的这些名著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储备吧 你赶紧走吧 反正你也没有资格 来参加妈的葬礼 凭什么我没资格 墓地是我买的葬礼 钱是我出的 你那么孝顺 妈确实到现在 你出过一天前面 说谁给点妙礼 说谁给点妙礼 话剧舞台上的摸爬滚打 为郭京飞在三十岁时 转型影视演员 积累了丰富的表演经验 在热播剧《都挺好》中 妈宝男 苏明成 角色转变巨大 从自私懦弱到担当独立 最终选择与家人和解 完成了自我救赎 这一角色真实鲜活 被观众吐槽 想发起众筹打他 这我也给你 一时间郭京飞 郭京飞演技等词条 登上网络热搜 我特想跟你真诚地道歉 对不起 对他最后那个转变怎么看 每一个角色 他背后都有一个 他形成这个样子的道理 就是我觉得在表演上 要找到这个东西 那人物可能就会鲜活一些 有血有肉 大家就都会同情的 对 那苏明成有一场戏 2.0夜纸 是我跟我的父亲 还有我大哥 我在那哭诉 那场戏其实就挺生动的 我就把这个 妈广能 他这个人物的 不容易和他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说出来 他就想天天看着我 不让我抽烟 不让我喝酒 不让我硬抽 我的妹不想混成这样 他说一家人平平安安地 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我就一直陪着妈 好妈走了 我成废物了 我靠你们要求也太高了吧 我跟孙明 就是每一个给到您的角色 你都会去努力找他存在的可能 存在的现实因素 我必须得要去理解他 他为什么会这样 这样才是一个活人啊 出来 否则的话 那不就变成一个符号吗 就为了让大家恨 让大家骂 去演一个角色吗 我不想这样 我不会去演一个符号的 即便你给我一个符号 我也要找到他 那种边缘的色彩 由于近两年成功塑造了苏明成 余欢水等影视角色 有不少观众用大器晚成 来评价郭京飞 而对此 步入40岁的郭京飞 却始终保持着一份淡然 你少年得志你就会提早犯错误 然后那个跟头可能就会摔得更狠 你大器晚成就把跟头摔在前面了 然后成了以后呢 你就会更好地维护它 当毕业的时候 我也觉得我在演话剧的时候 更有尊严 我在演电视剧的时候 就是我认为我还是带着话剧的那种 认真 然后老师教给我的 说我们演员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我在努力地想办法 通过演喜剧快乐 然后真诚地和大家分享快乐 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作演员 那一个价值 也是对社会的一个贡献 疫情稳定后 郭京飞第一时间赶往上海复工的剧组 没黑没白地拍戏赶进度 一如既往 面对疫情 他更深刻地理解了生活的真谛 就是脚踏实地做真实的自己 很多人也因此有机会 能够静下心来去想一想 去反思去总结 不知道这段时间 你有没有做一些总结或者反思呢 就其实像我们小的时候一样 大家都在家里边 然后这个炒菜做饭 然后生活就很简单 很朴素 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多奢侈品 我们也不需要这个 就是去用这些东西来包装我们自己 然后在社会上 去找面子 既然众生想 只有守住做人底线 才能赢回人生尊严 这是郭京飞从自己饰演的 一系列小人物身上获得的教义 也是自己步入不惑之年的人生体会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获取更多的文化资讯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文化十分公众号 参与互动不仅有机会 赢取演出门票或者是文创产品 还能够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 有机会和你喜爱的艺术家面对面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